前面视频,有介绍了清华大学研发的开源聊天机器人,ChatGLM已经对外开放测试了。 若您还没有使用,那么先看看这期的内容,了解一些如何使用ChatGLM和剪映,就能快速生成视频的全过程。 让AI帮您生成文案,再生成视频超简单。 话不多说,现在就开始吧。 首先,需要注册。登录后,可以点击右边的灵感大全里的内容。 这部分内容超好用,请大家自己测试吧。 在下方输入想要生成的内容描述。 点击蓝色上箭头,文案就生成出来了。 拷贝生成的内容。 接下来,打开简映,点击文字成片。 将拷贝的内容粘贴进来,点击生成视频,选择最上面的。 等待结果吧。 生成出来了,测试一下,点击导出。 完成。 欢迎来到计算机课程。 今天我们将开始探索人工智能AI的世界。 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。 它试图通过模拟人类的智能来实现自主决策。 学习和适应。 在AI中,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是两个重要的领域。 机器学习是一种使用算法和统计学方法。 使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并自主改善性能的技术。 而深度学习则是一种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技术。 能够处理大量复杂的数据,例如图像和自然语言。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,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领域的基础知识,应用和未来发展。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探索之旅吧。 您今天所看到的,听到的,都是由AI生成的。 如果你喜欢我,请点击关注。 我是AI Candy。 我会教你很多有关AI的知识。 或许有一天,你也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属于您自己的AI模型,来帮助您解决一些问题。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,希望您喜欢。 若有不明白的地方,欢迎留言。 咱们下次再见。